首先因为我们眼帘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餐厅的一个 餐桌的一个情景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摆的 其实是WASARA这个品牌 他们去设计的一个纸字的餐具 那它们的特点在于说 其实它非常非常符合 现在的一个绿色概念 因为一般来讲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用木头去做的任何东西 其实是非常不环保 因为木头它本身的生长周期 是比较长的 所以WASARA他们其实思考到说 对于地球的一个友善 所以他们用的是 非木浆的纤维 所谓非木浆纤维 他们用的是甘蔗渣 还有竹子 还有芦苇这些材质 去做它们的职餐具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符合 绿色的一个概念 那它原则上虽然说 它定位是在于说 是一个一次性使用的 一个免洗餐具 但事实上它本身其实是 可以放油也可以防水 所以其实一般来讲 你经过冲洗之后 稍微的刷洗 其实都还是可以继续重复的使用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 非常强烈的海洋异象的一系列作品 这个是由日本的艺术家 小林顺子 也是我们关系企业的一个设计师 它所设计的一系列灯饰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运用的材质呢 就是在所有造纸原料里面 其实是最强韧 也最坚韧的一种材质 它叫做储树纤维 那这种纤维它的特性就是非常坚韧 然后纤维是最长的 所以它可以做出像 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完全呈现它的纤维的这种艺术品 那同时它因为 它有一种手感在 就是它的纤维本身是有粗细不移 还有后果不移的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跟光影的表现 其实是非常特别和突出